白色轎车停在路中央 车门大开 车上的驾驶和副驾驶 统统都被警方抓了下来 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小弟 被远景压制在地 而下方穿着黑色西装的 黄姓主衔也跑不了 他们因为涉及暴力讨债被带 警方在办公室里头 逐一搜索工具还真的不少 震爆枪电击棒统统有 甚至有名国小老师 因为欠款四万元 就被拖到山区林虐殴打 两甲上还沾了年书板 被暴力胁迫还款 坐在一旁的男子 就是黄姓范鞋 绰号一番 警方查出他还是统一 促进党的成员之一 脸书po过党证 也分享过张安乐儿子 对924台大见血案的po文 似乎很关注统促党活动 不但如此 今年才三十岁的他 还是竹联邦校团成员 专门放高利贷或是买债权 逼迫被害人重力还款 不然就领略追讨 以资产管理公司为幌子 实际上却利用政党成员 以及这个帮派的身份 来从事暴力讨债的行为 这是我们现在查过的电击棒 因为它属于伸缩的部分 根据了解 以黄姓范贤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 一共四人分工合作 有人当金主放高利贷 有人就负责讨债 警方跟肩掌握嫌犯动向 这回趁着集团又要去逃债时 及时拦阻 嚣张气焰荡然无存